8歲了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也很感恩 我想我們先來讀一段的聖經 我今天要從這一段的聖經 來分享一個主題叫做 結果與增長 我們先來讀一段的聖經 我要請各位來一起 如果你手上有聖經 如果你想要翻紙本的 也是我們這裡是有實體的 你可以舉一下手 我們的招待可以把它拿給你 拿它有英文的版本 我們一起來念哥羅西書的 一章三到六節 我們一起來念 慢慢的念 但我們把它念完 預備 請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穌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穌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 這盼望就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 所聽見的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 也傳到普天之下 並且結果增長 如同在你們中間 自從你們聽見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樣 今天我們躲到這裡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 謝謝你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 謝謝你 你讓我們每一個人 主 有一個属灵的家 主 不管我們過去在哪裡 我們都在主耶穌基督里 而在我們人生當中的某一個時刻 主 你把我們帶來這裡 主 讓我們可以在這裡 真的是有一個在地上的家 主 透過弟兄姐妹我們彼此的相愛 主 我們在這裡經歷你的豐盛 經歷你的恩典 經歷你的榮美 主 讓我們一直走到如今 主 我們想透過今天的這一段經文 來思想 主 你過去在我們身上的那恩典 也展望未來 主 在未來 主 我們想到的不是自己 持續地繼續知取你的恩典 還是相信那是肯定的 主 你真的就是把那恩典給我們 但是還有許許多多的人 主 就在這個社區 主 就在台北 主 甚至到基隆 甚至到桃園 主 有許許多多的人還需要福音 主 你把這個教會設立在這裡 主 還是相信你有你的美意 好叫在這個園區當中的人 這個社區當中的人 主 他都有機會來認識你 主 謝謝你與我們同在 我們這樣感謝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妹 感謝主 真的是很不容易 就是八歲 我不曉得各位你們養過小孩嗎 有 其實養過小孩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要把一個孩子養到八歲 在這過程當中 媽媽所受的苦對不對 OK 不是只是生產之苦 身體變形之苦 然後要做很多超過你 你能夠做的事 你平常你做不了的 可是因為你的孩子不受控制 在公共的場合對不對 然後就做他想要做的事 然後你就必須要處理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我覺得 我今天要從這段經文來思想 其實真的是上帝給我們恩典 上帝讓我們可以一起在這裡 好像在今天來敬拜神 那我想要也有一點時間帶各位 因為我知道所有的弟兄姐妹 其實你們也許在線上 也許在實體 其實我們都在不同的時間來到這裡 對嗎 有沒有最近兩年才來的 OK 舉一下手 來 我看一下 喔 好 請放下 然後來這邊已經五年了 舉一下手 還是年已經不重要了 對你來講 五年 好 有沒有來八年的 哇 感謝主 還是有的 OK 好 不論你什麼時候來到這裡 我相信這裡在一開始 其實上帝就早就已經 有心意要在這裡 可是我必須要作為主任牧師 我必須要向你們承認 心心本來不在我的人生規劃裡面 我必須要跟你們承認這一點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這個是我的一張FB的截圖 那個是2015年3月31號 然後那天我 因為我那一陣子在看一個詩 就是那個孫麗蓮師母 然後她在做一個宣教士 她寫了日記 然後她的日記很有趣 她的日記她會去引用一些的詩 然後我就覺得她寫的詩都好有趣 所以那一陣子 我大概有兩三年的時間 每天就是看她的那個日記 然後看她裡面的一些的詩 然後那一天我在也是一邊在看 然後之後靈修 然後就有一段的文字 那在那段文字裡面 我太太在下面有評論 就是她要順服 她要做一個順服的太太 她不知道她在講什麼 因為很有趣 OK 然後那一張圖是因為 因為之前我跟葛羅牧師 我們到雪梨去訓練 然後正好有一個機會 有人招待我們做那個渡輪 然後到雪梨外面的一個島上去 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拍的 OK 好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那個文字上面寫的是什麼 他說 今日我們闖入新的海域 我們的船渴求探索著那陌生的海洋 前方那寬闊未知的海域 神秘的傳說 月上星頭 迎接我們的事 那無限的可能 我們將獲得什麼呢 OK 我用這一個在表達我當時的心情 其實 星星的植堂其實早在2013年的左右 就已經有了那個雛形 可是我必須要跟各位承認 我沒有想的是我 我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我記得是在一個我們的退休會 然後國倫牧師那時候 我們都穿著泳裝 所以我們兩個是 是 坦承相見 OK 我們正好在游泳 然後正好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記得坐在那邊 他就跟我講 瑋蘭 有一個機會 中國信多的古董上 想要在 他這邊的這棟大樓 那個時候其實還是鷹架 如果有機會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那裡 有一個場地 我們住在那裡 然後可以有一個教會 但重要的是 我們有一個訓練的中心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我跟國倫牧師到雪梨去 就是為了要做一些植堂者的訓練 因為我們本身也在植堂 然後他就跟我講這一件事 我就放在心裡 他說我們真的需要那邊的傳道人 那我們現在也很傷腦筋 那我們就為這件事情祷告 但是那一天主要是在玩 所以我就在那個飄飄河 繼續的飄這樣子 就沒有太多想那件事情 可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過了一年 然後過了兩年 一直到2015年的那個時候 其實 其實在20 應該說2014年的年底 我記得在年底 大概農曆年 還是2015年的年 年初那個時候 其實國倫牧師就有一次 我到101去講道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瑋南下午有沒有事 然後我就說沒有事 他說那我帶你去那個 將來我們要在這裡建立教會 去走一走 那後來據說 其實他心裡也不是那麼確定 他只是想說來晃一晃 那天主日聚完會之後 我就國倫牧師開車 然後他就帶著我們夫婦來到這裡 然後來到這裡 我們找了一個地方停車 就是來這邊也是迷路 跟各位第一次來的一樣 不需要停車場在哪裡 搞了半天了 好 停進去了 然後要出來 不曉得出來在哪一棟樓 對不對 那管他的就給他先出來 然後在那邊找找找 原來在B洞 然後我們就到了B洞去 他就跟B洞的那個人講 我以為他都談好了 我真的以為我的弟兄是這樣的人 我以為他都講好了 結果我們在下面跟那個人講說 我們想要去這裡的18樓看一下 因為我們想要在這裡有個教會 沒有啊 哪有這件事怎麼可能 我就想說又來了 上次去101不是也是這樣嗎 OK 所以那天你們猜 最後我們有沒有上來 沒有 他就在下面指 啊啊啊啊 這樣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也不確定在哪裡 OK 好 感謝主 就在那個時候其實 那個時候淡江的三位長老 然後就邀請我們 因為真的禱告沒人 我們一直禱告別人 我就說求主賜給他眼光 求主賜給他策略 因為在這裡我覺得一定不好搞這樣子 又要訓練中心 又要教會 然後這裡住的人也不多 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求主給那個人眼光 智慧 可是就在2015年的那一年 那個時候淡江教會正式 等於是邀請 就三位長老請我禱告這件事情 那我那個時候答應4月1號要回覆他 OK 好 所以那個就是3月31號 我所寫的東西 那個時候我其實心裡在那個時候 有兩段詩其實一直在我裡面 反覆 就是我知道好像上帝要呼召我去 可是我也有好多東西 我放不掉 那個時候正在處理 淡江教會的建堂 阿諾應該知道 就是我們花很多的時間在處理 很多的設計 很多的東西 我一直覺得我應該會留在那裡 OK 那裡將會是我的教會 我會跟各位講 是真的 可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必須要做一個選擇 做一個 一個掙扎 然後我又看到下面的一段詩 我忘記 反正就是在3月到4月之間 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夢想破滅 有詩必然會發生 抬高你的頭繼續去愛 歡笑和相信沒有永遠的黑愛 陽光終會出現 會有其他夢想跨越山丘 我想可能跟李仲勝有關係 那時候正好在流行這首歌 我就很印象 所以我特別把這兩首詩把它留下 我那時候在掙扎什麼呢 我在淡水好好的 穩穩的 蠻好的 然後家人也都因為我搬到淡水去 過年回娘家 帶我太太回娘家 兩秒鐘就到了 OK 然後又要 就是我爸媽 然後也都已經在那裡 然後我從家裡到 回我爸媽家 就是三分鐘五分鐘的路程 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我爸媽 我覺得好好喔 上帝對我好好喔 就是三位長老對我不好 叫我做這個禱告 那我通常不太敢去禱告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是因為我覺得 應該會是 就是有些時候我們自己心裡面知道 所以在那裡就會有那種掙扎 你知道嗎 那如果來這裡 不好怎麼辦 那我們以前在講宣教 很簡單就去試試看 然後如果試不成就回來 講比較簡單 叫你自己做選擇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在那裡 其實我就在那裡一直在掙扎 一直在掙扎這件事情 好像我想要透過這一段經文 我為什麼要講這一些故事 是我想要讓各位知道 其實真的會有新興城市教會 其實是上帝的工作 顧先生因著愛他願意 好像支持這邊的 這樣子的一個教會 101教會在教會一開始 新興城市教會初期的時候 其實許多的童工擺上 你們來的時候 應該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可是他要變這個樣子 不是上帝這樣 砰他就變這樣 是有許許多多的人擺上 我就想到用哥羅西書這一段的經文 三到六節來作為今天的一個 我覺得給我們自己的回顧 也是給新興城市教會的一個勉勵 哥羅西書其實是保羅在監獄當中的書信 那其實是他的整個保羅書信比較後期的 他跟加拉太書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保羅已經建立了哥羅西教會 然後他在監獄寫給這個教會 想起他過去在小雅西亞所建立的這一些教會 其實保羅心中有許多的感恩 可是對於這個教會 他也有很多的 好像想要再勉勵他們 所以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說我們感謝 我們感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為你們祷告 指的是為誰? 哥羅西教會祷告 他向他們祷告的時候是因為 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 我就要從因為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 我覺得我們有一些的分享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覺得其實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希望我們是有信心 有自信的去完成 可是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生命當中在談信心這件事情 我們比較標的 或者我們比較關注的 一個是自信 你有沒有完成這件事情的那種信心 第一個是對你自己的 另外一個是對那件事情可以發生的信心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對那件事情會發生的信心 可是聖經當中在談信心 卻很多時候不是太在意這個人 你的自信 或者是那件事情 這個有自信的人認為那件事情會發生的自信 聖經當中的那個信心 那個相信的那個對象是誰 是上帝 這是一個極大的差異 在這裡 我覺得保羅在這裡講的那個信心是 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 我想要用這個一方面 也在勉勵各位弟兄姐妹 也在鼓勵各位弟兄姐妹 其實我覺得在信心城市教會 其實就是看到各位弟兄姐妹 在基督裡的信心 聽見跟知道 其實這一段文字裡面的聽見跟知道 其實幾乎是同樣的概念 就是了解 就是我的觀察 經過我的觀察跟實證 發現原來是這樣 所以在這裡他那個聽見 還不是只是好像風文這樣子過來 是不但風文有你 而且是親眼見證 所以對於保羅來講 他在這裡講聽見 是他真的確信這件事情 信心城市教會的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曉得你們什麼時候來的 在幾年來 可是不管你幾年來 我覺得在這個教會當中 我看到各位對上帝的信心 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 因為你們真實的明白 其實是因著基督的緣故 我們脫離人的罪惡的瑕疵 而我們今天在愛子的國度裡 所以以至於我們好像做很多事情 我發現其實很多弟兄姐妹 你們的生命都在更新 我不曉得你們自己有沒有觀察 可是當我看到你們的生命 其實是有在改變的時候 有些時候我看到你們的生命 好像因著自己 好像想往這裡去 可是因著上帝的帶領 你們好像就是願意做出一個調整 你們願意做出一個調整 試著去相信那位上帝的帶領 以至於你們到如今的這個位置上 我覺得我想要有一點就是鼓勵 或者是真的是在這裡確認各位 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 我覺得真的是福音改變了我們 說真的在我們過去跟國路牧師一起 在丹丹教會在101教會 我們一開始建立的時候 我們對於福音或對於以福音為中心 這件事情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還沒那麼 應該是說掌握度沒那麼好 我們有些時候還是按照我們自己的喜好 去做各種的活動各種的設計 可是我覺得信心城市教會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讓你們知道的是 這裡是我們兩對牧師夫婦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決定了 我們想要用福音來試試看 在這個教會用這種模式的職堂 是不是可行 不是因為相信這種方法 而是我們相信福音 我覺得當在這裡看到各位來 然後羞涩 然後覺得怪怪的 懷疑對不對 然後到底我要尾聲嗎 這個怪怪他們能撐多久 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在這種忐忑裡面 然後我看到你們一個一個的加入 而且擺上 我覺得我自己的生命其實是被激勵的 謝謝你們因著相信主 因著相信耶穌而相信我們牧師夫婦 然後可以一起在這裡拜上 在這個教會 很抱歉 在此之前你們必須要跟其他的單位 共用牧師 我也一直說對不對 你們可能需要跟101教會 共用牧師跟CDC 跟跨越共用牧師 可是我覺得這是你們的信心 你們不是看 我們是不是好像全新在這裡的 而是因為你們看見了 這是上帝的帶領 然後我們也在這當中 所以你們一直到去年才有 專職的牧師在這裡 在這裡 對嗎 OK 雖然偶爾也會去 兼一些一下 我覺得第一個我想要 謝謝各位其實你們對我們的信任 然後許多我們的同工 其實都是從義工開始 然後 等到教會我們的一些經費 OK 然後堅持一直到現在全職 我覺得在各樣的事工上 在日常的行政 主日的侍奉 敬拜 然後甚至牧養 兒童 青少 整個我覺得教會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的成長起來 那我覺得看到 真的是看到各位 我覺得心裡充滿了感恩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八年前或九年前 讀那個詩的時候 跟現在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以前是很不確定很不確定 儘管那個詩寫得好美 或者那個禱告如此真實 然後我說我禱告清楚 其他三個也清楚 我說好 那這樣我們就來了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看到的是 各位弟兄姐妹你們的權力擺上 其實教會當中 我們做了很多的調整 我記得我為了這一次 我稍微去翻 但我後來為了要不要花時間 講太久 我就絕對不要放這一些 因為可能童工們也不是很喜歡 因為我們都年華漸漸老去 OK 好 第一次在這裡播餅 然後我看到誰 我就跟你們講一下 OK 好 我就看到佳玲哥 然後看到李英姐 然後看到丹瑋 那個時候他是不是大肚子 我沒有看得很清楚 應該是已經剛剛生完 然後剛才Karis跟我講 他的孩子今年也八歲 就是許多的孩子一起在這裡 然後我們兩位Vocal 都是在這裡結婚的 然後都是在這裡有孩子 就是我覺得 好像我們就一起 跟著這個教會一起長大 過去我們其實是在 禮拜五的時間聚會 我們一直到2017 我們發現我們需要 做一些的調整 因為有了一些的弟兄姐妹 那我總不能叫他們 禮拜五晚上真的很辛苦 下了班六七點都敢來 然後其實我們自己也很累 因為有時候聚王會 都搞到11點左右才能結束 可是我要想的是 其實上帝就帶領我們 一步一步 從禮拜五的晚上 然後改成禮拜天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 因著101教會 我就可能需要 有一點時間回到101去 所以我跟國路牧師 我們兩邊兩頭燒 也謝謝各位的接納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從2019 然後秉玉牧師案例 然後在這個過程 看到整個兒童 我兒童的營會 的一些的成長 然後在疫情當中 許多弟兄姐妹 真的是站立起來 也許我們沒有辦法 有這樣子一個敬拜 可是在線上 我們一樣很活躍 那就從那個時候 我們的直播 一直到如今 沒有要停下來 因為我們發現 還是有好多弟兄姐妹 透過這個直播 在跟著我們一起敬拜上帝 也許你都不會來到 信心城市教會 可是我覺得在這裡 我要奉主的名 祝福那些 在線上的弟兄姐妹 我們可以在這裡 一起成長 對嗎 接下來我在看下面 不但只是看到 各位在基督裡的信心 而且看到各位 向眾聖徒的愛心 保罗在哥洛西書 他有提到一個人 他說正在第七集 他說正如你們 從我們所親愛一同做仆人的 以巴佛所學的 他為我們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 也把你們因聖靈所存的愛心 告訴了我們 這個教會其實有許許多多的指示們 然後在每個不同的領域 在牧養 然後在敬拜 然後在各樣的這一些的財務 甚至一些的關懷上 其實真的是幫助我們 在兒童 青少 我覺得在這裡真的是看到 各位弟兄姊妹你們的愛心 那愛心不單單只是我們 因為其實這個教會帶著福音 我們是想要往外去的 這個教會我們帶著一個福音的使命 昨日你可以看到弟兄姊妹 愛心的招待對不對 你們來的時候 第一個看見的一定是小小姐對不對 他今天腰閃到 我覺得 上帝有上帝的意思我不知道 讓他休息 也許我們需要有人可以起來 也許不是一人 也許兩人 也許三人 對 這一些是愛心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看有許多的我們的小組長在那裡 禮拜天 有時候單某人 可是他還是在那裡等 想要為你們禱告 所以你們真的有一些需要禱告的 你不方便說你就沒關係 請你為我禱告 他問你就說 你就為我禱告 我相信他有先知的恩賜 可以為你禱告 然後愛宴 然後各樣的這一些 包含我們的直播 以及會後的收拾 我們一直到如今 愛宴一直在 從來沒有停過八年 可是我八年從來沒有排 哪一個小組收拾 可是八年所有的東西 都回到他原來的樣子 我知道 是你收拾的 我知道是你收拾的 可是我覺得我看到各位弟兄姐妹 你們的愛心 然後不抱怨 就是 就是把他給清了 我們的地毯也是 很困難對吧 很多教會就不想用地毯 因為很困難 可是我們就用地毯 可是髒了 我就看到有人 請 然後每個禮拜來 就是這樣子的 一個乾淨 我覺得我看到各位的愛心 甚至在 周間我們其實有好多的這一些 可能他不是在信心城市教會聚會的 弟兄姐妹 可是他因為周間在這個附近上班 來到這裡 那我看到弟兄姐妹 真的就是 把門 把我們的門打開 歡迎他們進來 甚至也允許你們的牧師對他們有造就 有陪伴 然後儘管他 可能是其他的教會 可是我覺得這才是 主耶穌基督的愛 不是嗎 OK 我覺得我在這當中 真的是謝謝你們的百上 然後對社區的愛 資源每一年 今年還有 我們其實每一年 我們都在資助南港地區的這一些弱勢的家庭 一年一百戶 一百二十戶 到今年一百五十戶 許多的這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你們都為他們奉獻 然後去支持他們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甚至我們的福音餐會 看到我們的弟兄姐妹也邀了 我們也邀了接近十桌 我都覺得有不好意思 他本來只是說 你請客我買單 這樣子 然後我不好意思跟他講 我們要來十桌 一百人 真的不好意思 可是我覺得感謝主 他就給了我們這麼豐盛的一個恩典 讓我們可以一起 好像在基督裡是一家人 而且來請我們的弟兄 我覺得真的是弟兄姐妹 甚至這些福音的朋友 然後這裡上兩個禮拜才剛剛 結束那個職堂者的密集訓練 因為一開始星星設立的時候 我們想到的這裡就是一個訓練中心 你知道今年有八十多位的牧者 在這裡上課 跟你們現在一樣 集得滿滿 然後線上也差不多有六七十位的牧者 在十幾個城市 他們一起在這裡上課 為什麼 因為星星其實也是一個宣教的教會 或者是各位弟兄姐妹 你們都帶著一個宣教的使命 然後把我們的點心都打開 讓這些牧者吃 他都覺得 哇 然後我知道有許多的弟兄姐妹 周間還來當職日聖 幫他們預備點心 幫他們預備午餐 當然是訂的 可是幫他們排好 我覺得這一些牧者來 很多都是回去的時候 他說 我都在觀察你們同工的狀況 因為他很清楚 他發現這些同工不是因為你們要求 而是發自內心的 我要再次的謝謝各位弟兄姐妹 你們的愛心 也就是這一段經文所說的 像眾聖徒的愛心 最後我要談到那個 他第五節說 是為了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 這盼望就是你們重現在福音真理的道上 所聽見的 我覺得各位弟兄姐妹 其實你們都帶著一個偉大的盼望而來 而那個盼望不是只是你的生命 對你自己生命 有這個部分我相信 可是我覺得很感謝主 各位弟兄姐妹 你們帶著那個盼望是那個對於福音 能夠改變這座城市的那個盼望 福音改變這座城市 那從我們開始 我覺得好像在各位弟兄姐妹的生命當中 我看見了你們那一種 對於自己使命 自己身分的那一種確定 然後對於自己生命願意被調整 然後願意更多的去愛別人 讓福音成為你生命當中的一個驅動力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的感恩 看到各位其實真實的在這裡見證這件事情 然後呢 與這邊整個園區的人和平 你知道嗎 我們師母有次去便利商店買咖啡 然後那個店員說我請你 因為你們很好 你們是基督徒 然後你們禮拜天在這裡聚會 我想要請你喝咖啡 我不曉得是不是有人被請 不要今天去說你應該要請我 OK沒有 千萬不要這樣 而是我要跟你表達是我們的愛心 我們為他們所做 可能客氣可能什麼 我覺得讓他們明白 而他們 我不曉得他是特別做還是多做一杯 因為我有被請過 他正好多做一杯 他也要倒掉 他說那我可不可以送你 可是我覺得他們沒有 沒有嫌棄我們這件事情 把他所做的跟我們分享 這是我看到各位的見證 在信心 在愛心 而且在福音的盼望上 最後我用第六節 第六節他這樣說 他說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 也傳到普天之下 並且結果 掙扎 結果我們很清楚 結果就是收成 就是結果子 結出來 生出來 可是我想要勉勵各位弟兄姐妹 也勉勵我自己的事 我們要把這個結果的這種 好像豐富的收成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想到的是 這個結果讓我們充足 對不對 讓我們滿足 讓我們滿意 好讓我們去蓋許多的倉 來收這一些什麼 上帝的恩典結果 可是我覺得保羅在這裡很有趣 保羅在這裡不但只是講結果而已 他後面再加一個增長 這裡的增長不是要讓你結果更多 他在這裡的增長 那個增長的意思是 如果是果實的話 如果是收成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 再去別的地方種 那個增長 那個增長指的是 再次的讓這個樹林 讓再次的讓這個恩典 再次的讓這個信心 讓這個愛心 讓這個盼望 在其他的地方可以種 然後呢 跟我們一樣的結果 我想要告訴各位弟兄姐妹 有信心城市教會是有許多人種 而我們如今收獲那個果實 而我們如今也開始在什麼 結果了 那我要鼓勵各位弟兄姐妹 哪裡可以種 你們心中都帶著這個 好像這個結果 這個果實 吃了就沒了對不對 你今天也可以一把米 你就把它吃了 蒸了就沒了對不對 一果子你吃了就沒了嘛 可是你把它種了呢 就會還有 可不可以不要都吃掉 留一點 把它種下來 他說如同在你們中間 自從你們聽見福音 真知道神恩會的日子一樣 看起來我好像在談 新興城市教會的整個過程 我覺得我們更多的其實是喜樂 沒什麼心酸對吧 我們都很喜樂對吧 那是上帝的恩典 可是能不能把我們的這一些 好像果子 這一些所收穫的 可以在其他的地方種下去 讓那個地方跟我們一樣 從一開始聽見 看見那個福音 在我們生命當中 領受神恩會的日子一樣 新興城市教會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真的是看到上帝的一個恩典 我們就一起來到他的面前祷告 我們今天講到還有另外一位講員 比喻牧師 OK 我們先來祷告 來感恩 就謝謝你 好像這一段經文所說的 這福音傳到了南港 就在中國信託這裡 看到許多的人 他們為了這個教會擺上 也許他們今天不在這裡 但是還只知道主你紀念 主這個福音不是只是傳到這裡而已 主也要傳到普天之下 而且結果增長 就好像那一天在我們這裡一樣 因為這個教會 我們就領受這樣一個福音的使命 謝謝主 榮耀歸給你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妹 把時間交給秉芸牧師 好 好 我要來回應我的先生 然後我是那個正在學習順服的妻子 好 是順服我的神 我的上帝 好 我也要請 我跟上帝祷告的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哪一段經文呢 那我想就是這一段 提摩太后書三章十五節到十七節 那這個是保羅他寫給很年輕的提摩太 那我想我們比提摩太更年輕 好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要來讀這一段經文 他是保羅寫給提摩太的 我相信也是上帝對我們的一個勉勵 我們一起來讀這段經文 提摩太后書三章十五到十七 預備 請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這節經文非常的簡單 他這邊講到了這個聖經是讓我們 因信耶穌基督可以有得救的智慧 那其實他整本聖經都是在講上帝的故事 上帝救贖我們的故事 上帝更新我們的故事 而然後接下來呢 他講到說這個聖經呢 他是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意都是有益的 第十七節他說什麼 我們一起讀 教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所以讀聖經他讓我們有得救的智慧 而且他讓我們可以得以完全 並且要怎麼樣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聖經就是上帝的話 上帝的話就是那個靈 他讓我們可以裡面這個靈人 吃了以後我們就可以長大 這是我們長大的一個關鍵 然後呢 接下來他不是只是要我們停留在這裡 吃得胖胖的 吃得肥肥的 好吃得壯壯的而已 他說他是要預備我們行各樣的善事 那基督徒呢 很多時候我們誤以為 好像我們不要行善 或者是我們好像我們行善 也是為了要積功德 或者是好像要害怕 免除一些報應 或者是要用行善 來跟上帝來交換那個祝福 可是基督徒的行善呢 是已經知道了 我們已經有相信耶穌基督 這樣的一個救恩 我們領受了這樣的一個恩典 然後我們要把它分享出去 就是行善 就好像剛才 文藍牧師講到的 這就是福音 這就是我們的福音 所以呢 我們在明年呢 其實我們要真的是更多來鼓勵大家 我們不但要一起來讀經 我們還要一起來行善 那過去的這些日子呢 其實在疫情期間 或者在疫情前 其實文藍牧師跟我們都很努力的 在查經 再請大家一起來讀經 那明年呢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讀經的一些計畫 我們明年呢 其實非常的想要一起來讀啟示錄 然後呢 我們不但是讀經 我們更要一起來行善 我想要先請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官網 其實整個官網呢 其實它就是在述說這個福音的篇章 其實也就是整本聖經裡面的一個脈絡 從上帝的創造 上帝的救贖 上帝的更新 跟上帝的恢復 我們就一起來讀好嗎 這個字可能有一點點小 但是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聽我來讀給大家聽 上帝這個聖經裡面的 這個第一個篇章呢 其實就是創造 上帝的這個創造 他怎麼說的呢 他说是人 是按著神 他自己的形象 創造的 人是神精心的傑作 不是出於偶然 神造你有獨特的計畫與目的 是要在他美好的創造裡 享受平安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受造呢 我們不是偶然的 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是上帝精心的一個設計 精心的一個創造 有獨特的計畫跟目標 可是因為人的墮落 所以神他又來救贖我們 第二個篇章就是救贖 救贖是怎麼說呢 他說人依靠自己 不信神而遠離神的愛 被罪惡捆綁 但因信靠 耶穌在十字架的救贖恩典 你將重新與神和好 享受美好的關係 我們因為相信耶穌基督 我們就重新的拿回了這個神兒女的這個身份 接下來呢 講到這個恢復 恢復是說 人要活出一個全新的生命 恢復到神起初創造的美好 並他所造的世界 恢復完美和諧的關係 所以他這邊最後面講到 其實我們最後呢 我們的一個要恢復我們 神要恢復我們這個作為神兒女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一個位分 那這個恢復了以後我們要做什麼 其實呢就是這邊恢復 他叫恢復我們與所有他所創造的一些萬物 一個美好和諧的一個關係 所以過去這一年當中呢 特別來回顧這一年 其實在這一年當中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這很多的事情其實都是圍繞在這樣的一個 聖經裡面的四個篇章我們所做的事情 比如說好我們一開始的這個 我們有做很多的內部的建造 內部的建造其實是我們要更加的全力上帝創造我們 跟上帝救赎我們 上帝更新我們 這樣的一個一個很核心 很核心的福音的一個概念 所以過去這一年呢 剛才維南牧師已經說了很多很多 我們這些年來的所做的事情 那我要特別的來回顧我們這一年 好所做的事情 我們在內部建造呢 我們的初間門訓沒有停止 今年接受初間門訓的訓練的弟兄姊妹 可以舉舉手嗎 好在這裡 好非常好謝謝 然後呢再來呢我們每個禮拜三的晚上 維南牧師帶大家一起讀 帶小組長一起讀這個福音轉化的讀書會 好所以你有參加過這個 你有參加福音轉化讀書會的可以舉手嗎 還有或是你的小組現在正在進行的 好也有對不對也蠻多的 好再來呢我們今年還記得嗎 我們在這個五旬節降臨的時候 然後我們辦了一個聖靈更新營對不對 大家一起有沒有畫畫創作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生命的故事告訴我們的夥伴 然後讓上帝看看上帝在我們的生命的故事當中 他是如何來做更新的 好接下來呢我們還有我們的兒童主日學 我們的孩子單位帶著很多的童工 一起在寫這個小羊點心鋪 小羊點心鋪後面的寫手跟這個錄音的人 要不要舉一下手 小羊點心鋪 哈哈我們的羊老板 很多對不對我們的童工 他有些大部分童工其實是在我們的兒童主日學 就單位帶著大家已經做了兩年 好那今年呢我們還改版 本來是只是口述而已 今年有那個羊老板跟點心們的一個對話 好然後呢接下來我們的敬拜團 敬拜團在今年我們做了這個Vocal的訓練 我們請Karis跟我們做Vocal的訓練 好然後呢還有做這個竹領的訓練 我們也給Karis一個掌聲 好然後呢我們今年還有做了這個敬拜之夜 好上個禮拜有參加那個敬拜之夜的弟兄姊妹 有嗎參加青春姊妹 好有沒有非常的感動 對不對上帝在帶領我們 好然後呢今年也非常的特別 我們在敬拜團的部分呢 我們的這個青少年 好所以我們有一批小孩子 我們從禮拜五晚上他們還大概又國小 大概二三年級的小孩 他們現在呢全部都變成了高中生 好所以呢他們在國中的時候呢 一邊有科業壓力 他們一邊還學吉他 但是今年有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他們一群小孩 他們自己成立了一個敬拜團 然後呢禮拜天呢他們每天都 每個禮拜天練到下午三點 然後你就看到他們很可愛 那個還在變音的過程中 然後呢就在那邊談敬拜 然後而且他們不是只是自己陶醉而已喔 他們還可以帶領著這個弟弟妹們 一起來敬拜上帝 所以他們每個禮拜天 每個月的禮拜天 他們都會有幾次 可以來帶弟弟妹妹 一起來敬拜 所以今年呢 也是我們青少年的這個敬拜團 他們成立的日子 好 那還有我們這個弟兄們 弟兄們 弟兄們 有沒有跟那個偉男牧師去那個 退休會 好 沒有抱怨太太吧 好 好 就為那個太太可以順服 禱告 啊沒有了 好你們就去那個做了一些很多的活動 好 然後還有包含我們的社青的退休會 我們讓乙強他帶著社青一起去 社青的退休會 然後好像上禮拜才剛去浮潛回來是嗎 好 對 社青非常的有活力 好 那這是我們很多的內部的一些建造 好 還有我們的這個福音的外展 在過去的這一年當中 好 我們的這個單位非常的有活力 他做了這個愛麗絲夢有伯利恆 好 好 整把這個場地還 大家還記得嗎 去年把這整個場地弄得這樣子 喔 今年馬上又要來了喔 好 今年會有一個也很特別 會把整個牆面啊 到處都佈置成 是另外一個市集的樣子 好 那隨著兒童的這個工作的發展 每個禮拜六 其實很多的禮拜六 我們還有這個週六放假去 你們也許不知道 但是禮拜六的下午 我們在這邊有很多的孩子 是從外面來的 不是我們教會自己的孩子 他們在這邊做手作 好 還有我們每一個 每季的這個親職的講座 像今天下午就還有一場 好 還有我們今年的夏令營 有這個孩子的兒童藝術表達營 然後我們還有周間的這些福音的講座 五間的音樂會 五間的職場 然後還有大人的藝術治療 好 大人的藝術治療 我們今年的這個果子是那個 我們的姑姑 利茵姑姑 她在我們這邊 好 受洗了 相信了耶穌 這件事情也是讓我覺得 非常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然後還有我們今年呢 我們這個李掌伯 三重裡的李掌伯的女兒在我們當中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去參加了中秋的聯歡晚會 好 然後呢就看到 哇 好多好多的這些相親相名 好 好開心喔 非常的開心 然後還有我們今年開始我們這個讚美超 好 欸有去跳讚美超的 GG手 欸對有讚美超 讚美超在我們當中 好 讚美超才開始沒有多久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很開心很快樂 然後你會看到那個三重裡 我們一共有四個 四個布告欄都貼了教會的這個大的海報 好 這個大的海報 然後讓大家知道我們有一個讚美超 那另外還有一些大事 就是我們十月份 我們去了這個全教會的郊遊 然後我們的官網新的上架 好 這一年 剛才講的都是這一年而已喔 就是過去的這一年 不是更久以前 就是這一年 好 我覺得真的非常感謝神 就好像剛才文南牧師說的 其實弟兄姊妹們 就好像你們拿出你們的五丙二語 然後神就把它撥開 然後可以讓許多許多的人吃飽 所以我們真的是給我們的上帝 還有給我們自己一個掌聲好嗎 真的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謝 但是你知道我在想 聖經上他說我們要讀經 我們因信耶穌基督而有了這樣的一個救恩 有了這樣的一個恩典 那最重要的是他也要我們可以預備我們去行善 我們要去行善 我們要跟更多更多神所創造的這些其他的人 有那個完美和諧的關係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這一年 其實我們要更多更多的把神的愛可以給出去 那你可能會說 那可是我好像沒有什麼參與 或者是說你有很多的想法跟點子 我都非常歡迎你可以來跟我們來討論 我知道其實我現在看去我們的很多的弟兄姊妹 其實你們都非常的有恩賜 也非常的有才華 所以如果你們想到可以用什麼方式 可以來跟別人來傳福音 可是教會還沒有在做 你已經有這樣的一個預先的看見的時候 你都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可以看看我們可以一起 怎麼樣的來服侍我們旁邊這些周遭的人 那我真的覺得我們還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可以進步的空間 我記得那個讚美超開始的大概第二周 我就去那個看看大家那個讚美超這樣子 那老師在上面哇帶的很熱烈 然後下面的那些叔叔阿姨們他們也非常的認真 那結束了以後呢我們就會開始發那個早餐 好有點早午餐小點心這樣子 然後就發早午餐 就有一個呢這個阿嬤 有一個阿嬤他就拿了我的午餐 我就跟他說阿嬤阿嬤來吃這個午餐吃點東西這樣子 阿嬤就說你很好 你們是哪個單位齁 你們是哪裡齁 我就說我們是新新城市教會 他說喔 教會喔 教會喔 喔 你們的耶穌是新的還是舊的 你知道嗎 我從來沒有想過他會這樣問問 他說蛤 我從來沒有問問問我 欸 問你們耶穌是新的還是舊的啦 你要我怎麼回答 蛤 是新的還是舊的 到底是 其實我聽不懂他的問題 我聽不懂 你知道嗎 我就在想 其實我們要努力的還好多好多 今天是中年慶大家坐滿了對不對 對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還有外面好多好多的人 問了一個很奇特的問題 耶穌是新的還是舊的 因為其實他們根本就不認識這位耶穌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福音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救恩 不知道 所以我們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 然後我們參加夏令營的時候 有一個孩子 也是外面的孩子 他在營會的最後一天 他跑來說 老師老師 我好想再來教會喔 然後呢 我跟我媽媽說 禮拜天可以來 因為我們有告訴孩子說 禮拜天也可以來 可是我媽媽說 不行不行 去教會的話 要繳報名費 禮拜天參加兒童主日學 要繳報名費啊 他也不認識這個教會 他不認識什麼是教會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恩典 他的家人並不知道 的確我們在過去八年 我覺得我們很努力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還蠻認真的啦 我覺得你們也好認真 可是那個認真 我們知道我們都是因為 領受了耶穌基督的愛 所以我們來做 所以我們願意把這個愛給出去 我們的確也做了好多好多 真的 我覺得我們很認真很努力 但是我同時也看見 其實我們還有好多好多的人 就在我們旁邊 就在我們附近 他們不認識上帝 他們不知道恩典 所以好不好 在新的一年 我覺得我們要認真的來讀經 認識上帝的真理 認識這位耶穌基督 他的救恩 因為如果我們只是靠 行善做事 其實我們都會累的 我們的肉體 其實是沒有辦法 一直這樣子做 一直這樣子給 一直這樣子給 除非我們的裡面 有聖靈的光照 裡面有神的話 裡面那個靈人是長大的 是健康的 是充滿愛的 我們才有可能 一直的把我們的愛 可以給出去 因為我們人的愛 都非常非常的有限 我們都很有限的 除非我們常常在神的面前 讀他的話 讓聖靈充滿我們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愛 可以給出去 講到讀神的話 也要跟大家 先預告一下我們明年 我們明年的主日呢 其實我們每一個月 我們都邀請到了 我們對外的一些講員 一些外情的講員 那這些講員 他們都是在真理上 非常非常的扎根的 我們特別有請到了這個 比如說中華福音神學院的 代祭宗院長 還有宣道會的院長 王文基院長 其他都是我們的學長 然後呢 還有我們的錢玉芬老師 錢玉芬老師 他在這個靈神教書 那還是這個 茲桑木林的這個主任老師 然後我們還有 還有張南紀老師 他會特別的來帶我們看 科學跟信仰的關係 還有簡春安老師 還有圖偉文老師 還有賴建國老師 周學信老師 這些都是我們的 這些屬靈的長輩 他們在信仰上 都是非常非常的扎根的 是非常非常的有真理的 這個教導 所以明年呢 我們每一個月 都會有一位這樣的老師 當然是包含在我們的團隊的牧者 古羅牧師 邪通牧師 也一樣會在我們當中 所以鼓勵大家 在明年這個新的一年呢 我們真的是要來讀聖經 我們要來勤讀聖經 我們要好好地來守主日 我覺得在疫情之後 的確 大家有時候在線上 我覺得 現場的聽友姐妹 也非常歡迎你來到我們當中 如果你在線上 有準時的來主日 我覺得也非常的好 但是我更鼓勵大家 可以來到實體 那明年呢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要來 好好地來守主日 而且明年我們要好好地讀經 而重點是 我覺得我們也要好好地 把我們所領受到的愛 還有這份真理可以給傳扬出去 所以明年我們一起來 我們一起來加油好嗎 我們真的是 不但只是過去這八年而已 不是只是過去這一年而已 我覺得我們要繼續地來 向著神奔跑 向著神奔跑 因為上帝給我們的愛 就是這麼樣 這麼樣 這麼樣的一個美好 我們就一起先來禱告好嗎 然後我們的孩子 會進到我們的當中來 我們待會還有一個影片 可以給大家一起來看 好我們先一起來禱告 主我們真的是向你獻上感恩 主過去這一年 主啊是何等的美好 主過去這八年 主啊是何等的美好 主你帶領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主啊都不是偶然的 就好像你創造我們每一個人 都不是偶然的 你把每一個弟兄姐妹 帶到這裡來 讓他們在這裡可以找著 那個屬林的家 都不是偶然的 主我們竟然在這裡 我們竟然一起站立在這裡 坐在這裡 主我們就知道我們裡面 有一個共同的DNA 就是那個福音的DNA 那個福音 是神的恩典 上帝耶穌基督 透過耶穌基督 給我們的那個恩典 大大的充滿我們每一個人 主我們不是只是要自己 好像結果 把那些果子吃掉而已 也不是只是好像 吃了這些東西 讓自己好像變胖 而已 主我們要把這個你的這個愛 這個果子 主啊真的是來 來散播出去 在各個地方可以種植 好讓它可以發芽長大 然後許多還不認識你的人 他們可以來相信你 可以領受那個恩典 主要以至於他們的生命 跟我們一樣 可以被你來恢復 被你來更新 主要成為那個你原來創造 你設計他的那個樣子 恢復你所創造的那個 那個目的 主讓我們真的一起領受這個福音 主並且把這個福音給出去 謝謝你 謝謝你這麼的愛我們 主真的是讓我們明年 主我們立志在你的面前 我們好好的來守主日 而且我們也好好的來讀你的話語 讓我們的靈人 健壯長大 以至於我們可以結果 以至於我們可以出去傳播 讓更多更多的這樣的一個生命 好像樹林一樣 好像森林一樣 主要真的是片滿各地的 謝謝恩主 這樣子禱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Amen